凤凰网科技讯12月27日消息 张静东以苏宁集团董事长名义发布 苏宁31周年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 称目前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 在我们持续地努力下 集团的债务问题已取得阶段性企稳 异购的经营工作也正有序恢复 此前苏宁新任董事长黄明端总裁任俊 严明发布全体员工信表示 双十一是决胜四季度的关键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 公司各项销售指标持续向好 线下电器店、零售云、异购主站和猫宁等主要渠道均全面完成目标 信中同时承认 近半年来 集团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但在各方的支持下 从8月起流动性逐步好转 9月下旬10月销售收入实现环比快速增长 双十一全面完成销售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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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